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和汉字有点像 但是戏汉又不是 发明者是契丹国建立者耶律阿宝基的弟弟耶律迭拉 根据神料记载 耶律迭拉很有才华 精通回胡文 公元920年 他看到回胡使者写来的回胡文字书信 认为契丹这么大的国度 应该有自己的文字 于是就想到用近似的方式来书写契丹语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哥哥耶律阿宝基 阿宝基非常支持 耶律迭拉就开始创建契丹文字 主要使用类似汉字偏旁不守的表音符号来拼写契丹与词汇 不像回胡文那样 用字母来拼写 这种契丹文字目前大约已能识别50%到60%左右 由于现存的原始文字资料数量小 所以研究进展不是很快 契丹是中国北方非常强盛的国家 这种契丹文字是官方文字 使用了多年 但是契丹国被金昭灭亡后 金昭皇帝认为 只有消灭契丹文字 才不会让这个民族的人们东山再起 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兆八契丹字 从创至到飞旨 前后共使用二三百年 随着西聊1124到1211的灭亡 终于成为此文字 契丹文图书全部湮灭 只有宋代王义的印北路 和袁莫明出陶宗仪的书 是会要理收录的几个描画的契丹字 此后 虽然出土了一些带有契丹文字的古董 但是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困难 达沃尔族达沃尔文人郭克星 在达沃尔纪略中指出 达沃尔旧作大贺 土人因为大葫芦 传为契丹贵族 把达沃尔视为辽契丹大贺氏的延续 其根据是达沃尔这名称 是从大贺氏音译 在辽史 辽金元三十余解中均有反应 根据资料记载 契丹国灭亡后 有一位叫做库里尔的部落头领 率领一部分契丹人 从今天的赤丰一带 逃往胡伦贝尔地区 从而避免金国的追杀 从而使契丹民族的血脉存留下来 那么 达沃尔的先人 是否使用契丹文字呢 答案是肯定 他们偏拘异于继续使用契丹文字 不过 达沃尔部落人数很少 为了便于和周围人群打交道 在康熙年间就开始学习使用马铃 开始改良契丹文字 达沃尔姑娘目前 达沃尔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莫利达瓦达沃沃尔族自治齐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梅里斯达沃尔族区 厄恩克族自治齐一带 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 辽宁省等地 总人口在13万多 在清朝的时候 达沃尔族文人阶层 创造了以马铃字母 为基础的达沃尔文 也就是改良后的契丹文字 留下了寻编辑等 对中国东北国界确定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 该文献献报存在哈尔滨 清晚期 达沃尔族人 开始学习使用汉文 解放后 随着汉文教育的普及 广大达沃尔族人民群众 大多指晓汉文并能使用 几乎没人使用改良后的细单文字 参考资料 聊史 达沃尔族历史言格 作者 每日汉字